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7号是进行乡长实证报告 并且也针对了111年度上半年度乡镇工作来进行报告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上半年度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全力进行防疫工作 不过乡长的乡镇工作和地方建设可以说是都不间断 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 7号正式展开 下面代表会主席拉俊杰则是确实乡长能够持续做好乡镇工作 共同来为村民造福 所以在这时间在6月6号到17号之间召开本次的定期大会 定期大会的议程总共有乡长实证报告 客科室的业务报告 总职群及审议公所提案等 那包含要审议秀林乡公所110年度的总决创案 那特别感谢这段时间公所所有的防疫人员的辛劳 就像刚刚在说的 秀林乡几乎是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员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对秀林乡的打击非常的大 所以希望公所在接下来我们村民的民生上面 社会福利上面 甚至于去回顾疫情后的生活的部分 请乡公所这边给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最大的协助 厢长王贵表示 新闻乡疫情相当严重 除了做好防疫的工作之外 不过地方建设还是不间断 并且做好基础建设来照顾地方 感谢代表会在乡镇推动上扮演了坚图的矫盛 养好的所谓关系是促进来乡镇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 过去的两年 国际疫情特殊传染性的肺炎 仍然很高不下 本乡在今年4月开始拖险爆发 让我们九泽车陷入了疫情的阴霾 本所工作团队还是以稳健执行的脚步 执行所有的工作计划 在精心中加强了我们所有的防疫措施 也积极执行部落疫情 所有的追踪 关怀 还有我们的部落环境 清销 以及破过媒体的宣传 以及部落的宣传 还有重要的物资的口筹 及劝募 再加上我们内部自己的整个防疫工作 我想看到这个疫情 似乎还不会马上停止 未来我相信防疫的工作一定还是不间断的来持续进行 本所一定会持续与全体的相邻 合力 疫情来抗疫疫情的整个清洗 承蒙全体代表先生女士 对玫瑰在推动各项建设 以及政策 给予扩方的指导 向上完美贵 并且针对重要施政作为 以及未来的目标 包括完善基础建设 打造安全舒适家园 讲话 社福关怀 传承多元族群文化 后疫情时代等多项政策作为 希望在所慧和谐的努力之下 共同打造最幸福的城市 记得终于学校外老 收红 1 3 1 感谢观看